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星期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什么好吃的呢 对了 你没看错 这个就是沙拉业的拉萨 沙拉业的配料是十分完善的 有蛋 有肉 还有芽菜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米粉 主餐就是米粉 然后还配搭这个有点辣辣咸咸的汤 很够味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你之前如果有留意我的影片呢 比如说看过我 还想过这个沙拉业的这个拉萨 不过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用拉面做拉萨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拍到 它是沙拉业的拉萨 就是一个 在沙拉业其中一个 那个厂家做的 所以我们试试看 它想不想沙拉业呢 这一袋里面就有米包 所以我们就用一包来吃 小包装就这样 就透明包装 这个是拉面 里面有它的料 这个是烙烙料 然后这个是 就是粉 那个 椰粉 就是做成椰奶的 那个粉 就这样 这个是面 有什么简单 可以开动了 上面熟的时候 我们就 下这个酱 那样 和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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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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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嗅到它的味道 就真的有人有拉萨味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用 就是拉面吃拉萨的 因为通常那个吃拉萨的都是用臭米粉 我这次吃拉面 我们来试试看 好不好吃 嘿 这个就是拉面 拉萨 它拉萨味真的还蛮浓的 不过就 还没有吃惯它的面 让我们来试试看 嗯 没想到用拉面来配搭这个 拉萨呢 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 其实拉面呢 它的那个口感呢 就有点像那个沙拉瓦拉萨的 臭米粉 吃起来 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QQ 你如果喜欢吃拉萨的话 你会不会试试看这种拉面拉萨呢 如果喜欢的话请在下面按赞哦